大家好,我是小慧 欢迎您来到我的频道 洋葱是厨房里面最常见的一道蔬菜 其实,洋葱它具有很好的保健作用 除了可以保健之外 洋葱其实还可以帮助我们减肥瘦身 今天用洋葱给大家分享一道减脂餐 这个方法可以帮助我们减掉身上的罪用 如果是粗腿,肚子大,体重不好减 不妨就试一下这个方法 这个方法可以帮助我们提高基础代谢 还能帮助我们身体去除湿血气 一个星期受伤五经不是问题 切洋葱的时候,我们可以撒上一些食盐在洋葱的顶部 这样切洋葱的时候就不会拉眼睛了 洋葱的热量很低 并且洋葱中含有的一定成分是可以降血糖,降血脂 还可以促进脂肪的燃烧 所以吃洋葱对于减脂是非常有帮助的 减肥期间使用洋葱是可以增加饱腹感 减少其他高热量食物的摄入 洋葱中还附有骨光肝态,胡皮素等成分 这些成分就有较强的抗氧化作用 可以提高肝功能,促进脂肪的代谢 洋葱我们先把它切成小块 切好后把它放入碗中备用 接下来,再来准备一块生姜 我们先把生姜的皮给去掉 我们都有这样的体会 吃过生姜后,人会有身体发热的感觉 这是因为它能够使血管扩张 血液循环加快 促使身上的毛孔张开 这样不仅能够把多余的热量带走 同时还能够把体内的病菌 含湿气也一同带出 它能够使身体的循环加快 使身体的代谢力提高 因此能够起到一定的消化脂肪的作用 所以吃生姜也是有一定辅助减肥的功效的 去皮生姜先把它清洗干净 然后再切成薄片 再改刀切成湿 接着把切好的姜丝放入锅中 然后加入大约500毫升的清水 先开大火把水烧开 水开之后继续煮上5分钟 5分钟后我们的姜已经煮出味道了 现在我们就用滤网把生姜捞出来 如果喜欢吃姜的朋友也可以不把它捞出来 生姜捞干净之后 我们就可以把洋葱倒进去 水开后我们再转小火让它煮上5分钟 接下来我们再来准备两个鸡蛋 加入清水把鸡蛋清洗干净 鸡蛋中的蛋白质含量非常高 而且都是一些优质的蛋白 容易使人产生饱腹感 同时还能够调节新陈代谢 促进消化 另外鸡蛋含有维生素、铁、钙等人体所需要的营养物质 都是身体发育所必须的 它是低热量食物 能够养脂 是减肥的最佳食品 清洗干净的鸡蛋先把它打入碗中 然后再加入少量的食用处 再用筷子把鸡蛋充分的搅散 很多人担心吃鸡蛋会导致营养过剩 甚至产生肥胖 其实这种想法是不对的 真正导致肥胖的是过剩的脂肪堆积 使人身体发胖 而不是蛋白质 所以在减肥期间可以多食用一些鸡蛋哦 五分钟后我们的洋葱就煮好了 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关火了 接着我们再把鸡蛋液倒进去 利用砂锅的保温性 鸡蛋液就会形成漂亮的蛋花了 然后我们再用筷子把蛋花充分的搅散 像这样子就可以了 我们就可以把它盛入碗中食用了 肥胃的时候我们可以加入少许的圆 或者是苹果醋 又或者是加入蜂蜜都是可以的 每天早上喝上一碗 不仅提供身体所需要的各种营养物质 并且还特别的低脂低热量 洋葱生姜煮出来的水是一种非常清香的味道 一点也不辛辣 用洋葱和生姜煮水 可以提高身体的基础代谢率 帮助我们燃烧脂肪 喝到洋葱生姜蛋花汤 只要坚持一个星期的时间 一定会看到理想的效果的 除此之外 减肥一定要关注嘴迈开腿 持肢已恒 让我们的身材就会又苗条又健康了 好了 今天分享的内容就到这里了 如果正在减肥的朋友 不妨试一下 如果您觉得我的视频对您有所帮助 请您点赞收藏和转发 您也可以订阅我的频道 更多的养生知识与您分享 谢谢您的支持和鼓励 我们下期见